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你成为下属的主心骨 自信可不是天生就有的 自信是需要慢慢培养的 想要做到自信就要战胜自卑 要正确的认识自我 持有所短 穿有所长 谁都有自己的缺点 也有自己的优点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麦克斯·威尔说 人的所有行为 感情和举止 甚至才能 都与其自我意向是一致的 人归有自知之明 所谓的自知之明不仅要看到自己的缺点 也要看到自己的长处 不可以因为自己的一些地方不如别人 便认为自己处处不如人 而是要看到自己如人处和过人处 这才是正确与他人比较 马克斯先生曾经说过 伟人之所以高不可攀 是因为你自己跪着 在心理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啊 有自卑心态的人不妨多做一些力所能及把握较大的事情 这些事情即使是小 也不要放弃成功的机会 任何成功都是可以增强自己的自信 任何大的成功都是在小的成功中慢慢积累的 换句话说 通过小的成功慢慢建立自信 一步一步克服自卑心理 有人说人生有两大悲剧 一是过于自信 二是过于自卑 太自信的人啊会高估自己 眼高手低 整个人都飘忽忽的 而太过自卑的人则小心翼翼做不了大事 处世玄境里面提到 欲成事必先自信 欲胜人必先圣吉 只要你绝对自信 谁也没有办法让你自卑 自信者常沉着 自信是一种心态 更是一种生活的状态 自信者不宜人 人亦信之 只有自己自信了 才能说服别人 自信的人 勇于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 对于新事物持积极开放的态度 开诚不公地 接受批评和承认错误 言行一致 行为自由 毫无疑问 自信也能给我们在生活舞台上 发挥最佳的水平 相反 缺乏自信往往会使许多优秀的人 在关键的时刻 失去自我 好了 今天文哲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其他